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会重点就是讲一下昨天的重点 昨天主要都在资料库部分 所以昨天比如说我们用了几个部分 像会员资料 而且你可以利用会员资料库 可以建一个会员的管理系统 比如说将来前端一定会有输入资料 输入完之后你要去思考说 你要把什么资料放在资料库里面 将来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资料库 做一些会员资料的管理动作 因为如果你没有会员资料 你将来你怎么知道是要对谁行销 做什么事情 他曾经购买过什么课程 然后他还需要什么东西 诸如此类你都要作业记录 或者甚至说他可能现在还不是你的会员 可能是潜在会员 你可能要把他找出来 比如说像有没有人他有兴趣 可是有兴趣曾经点击过你 你有没有办法把他的资料留下来 OK 他有没有办法跟他touch 如果可以的话 那相对的你就会有无穷的一些客群 但如果没有让他留走的话 其实你就不会有你的潜藏客群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那要如何把那些人找到 OK 你就需要有很多东西 像为什么会放一些文章 放YouTube在上面 其实我就要知道说有哪些人是潜藏 我的潜藏客群 因为会要经营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后面就没有了 我不用一次性的 所以其实每天观看我的YouTube的人很多 但我要怎么样把他们留下来 所以我的底下会有一些什么连结 他可以点进来之后 发现要去像论坛有没有 很多人每天都会想要加进来 但我会丢个讯息跟他讲说 如果你要加进 因为他就是我的潜藏客群 对 那我就讲 我会泼个讯息跟他讲 如果你要加进来看完整的东西 那不是我不给你看 是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可能要do something OK 那个do something 可能就是你可能要来上课 OK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大概十之八九 就会有那些的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就底下会有一个论坛加入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的话就是包含 就是我们如果要管理一个会员系统 当然一定就是不外乎就写入 查询 删除 修改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都必要的 无论将来是不是一个会员系统 其他地方其实也都雷同 因为我想一想 大体上也都差不多 你他把这个东西拿来做 像竞销存系统也差不多 你竞销存系统 你一定会有什么 库存系统 库存的部分 货物的部分 还有什么客户的 客户的这个系统 客户的那个资料表 OK 然后业务人员 有没有 甚至是其他的 这些东西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可以做出一个竞销 里面其实包含就不外乎 建资料库 建资料表 然后再如何把资料写进去 比如你进货了 你货物有哪一些进哪些货等等的 库存有多少 对不对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客户打电话 我要递什么东西 你要先check一下 你的库存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预先进货 甚至你也可以什么 自动进货系统 比如说他的库存剩下多少的时候 自动就是跟你的上游下游厂商 去跟他order OK 所以现在其实像便利商店 好处就是如果他全部是电脑 你看他结账很简单 你看下班一按一个按钮 他今天所有的营业额资料通通出来 甚至报备了出来的 OK 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 像包含就我没有改成execute many 比如说写入的话 他当然会有一个缺点 说我们要跑个回圈 一笔一笔insert into 但是他效率会比较差 所以以后你遇到 假设你有大量转档需求 那你可以用execute many 还有没有还记得吧 execute many总共会需要改的地方 一一就是在上面要先加一个list3 不一定是一个list的空置串 再来怎么样把切割的东西 一个list2 append的到list3 那有点像二维的串列 串列里面再放串列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去把底下就是不是回圈里面一直不断的insert 要是应该把他那个缩排放到前面去 最后的话execute many后面就是给他一个什么 一个seql string加一个那个我们串接好的list 那他就会一次性的帮你写进去 OK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如果忘记的话云端上都有参考的画面 尽量去多多练习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不断的被使用到 因为后面我们会用到爬虫 那你爬下来的东西不是爬完看到就算了 而应该是爬完之后你先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再思考说你之后要产生什么样的报表 对不对 那产生报表之后的话呢 可能还要再图形化 后面还会教各位怎么样去把那个简单的图画出来 至少你会画个什么长条图啦 有没有折线图啦 圆柄图啦 有没有 就把那些简单 至少类似像Excel里面那种画图功能 也能够在Python里面实现 OK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不只是说简单的 这个Python的应用 慢慢会再延伸出来 另外的话后面 我们是还有做一个查询 那查询当然还不止 因为你将来要做报表的话 你要思考说你要捞什么资料出来 那捞什么资料出来的话 会牵涉到查询 所以查询关键就是 slate哪些栏位 start我们本来用新号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slate的不是所有栏位 你可以指定哪些栏位 你就第一个栏位逗点 第二个栏位 你会选你要的栏位数 然后呢 后面from哪个table 后面有个where呢 会有哪个栏位 如果是文字是用like 如果是数字用等于 当然如果你将来有多栏的查询 或者这个部分你后面还可以加偶 或者是另外哪一栏 它的条件是什么 你可以一直去串接 甚至后面还可以排序 排序的话后面还可以 order by 你可以再把order by 哪一个栏 用哪一个栏位做排序 加在后面 不过这个都是seql语法 所以假设你对seql语法 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seql语法教学 网路上其实还蛮提供这方面的东西 你可以找一下slate的方 相关的我刚刚讲的这些语法都有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它放到 你的程式里面做出你要的结果 并且再把资料捞出来 想想之后的话 也可以把你的报表也可以完成 所以这个当然我们后面会再讲 就有关如何利用网路上爬下来的资料 放到资料库 做后续的报表应用 OK 其实这些动作以前seql里面都有 像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都有 只是说我讲过了 有点像我们python 就是以前是用滑鼠键盘点点选选 现在的话python做的事情就是 你都不是用滑鼠键盘 你要自己打程式 去把之前用seql里面滑鼠键盘做的事情 全部都做出来 而且可以让它自动化 OK 甚至当然未来你可以学习 你可以配合深度学习 甚至如果你要让它可以有一个 自动思考的功能的话 甚至你可以再加一些AI的概念进来 那这个我想以后会有一个就是reporter 就是做报表那个 事实上AI去做 因为AI会自动帮你产生报表 对那这样很方便嘛 对不对 自动产生报表 时间一到自动就寄给你了 自动让你知道说你想知道那些讯息 它的一个比如说一个进度啦 它的一个状态啊 一个条件啊 你可以设定 那你就可以很快就知道很多的讯息 所以完全不需要去问任何人 其实它自动从database帮你捞资料 所以基本上database 它在那个城市里面占的重要性非常非常高 因为一个城市里面没有资料库啊 等于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 OK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花时间在资料库里面 OK 就在这里 但另外的话呢 我们不是只有seqlite 其实你们另外还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就是seqlite部分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就是myseql 所以我好像之前有跟我讲过 在那个myseql的话 你可以找到myseql是在第八个单元 08这个地方 python连结myseql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seqlite改成myseql 那该怎么做 其实城市并不复杂 大概第一个 不过前提第一个 你要把myseql环境架设起来 那为什么要用myseql 当然很简单 因为seqlite是单机用 就是你自己用 但是如果未来你有很多人要共用资料 比如说很多人都要存取竞销存系统 你不是说你一个人做就好的 还有很多人嘛 有的是可能销售端的 有可能是进货库存端的 或者是有的可能是客户等等的 各方面 那你要怎么样去搭共用资料库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一个myseql 也是一个自由软体 所以大概会用 这边可以把它架设sample 好像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那个把它架设起来 那最后的话 如果你架设你要去修改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去安装一个叫 那个拍myseql的一个套件 那这个套件之后 我会教各位怎么安装 因为安装蛮简单 就是pipe install pipeconic install 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资料 从那个网路上帮你把它抓到你的电脑 因为那个韩式库我们电脑没有 你要额外安装 那装起来之后的话 再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myseql的相关的设定 设定完之后 最后呢 其实跟你原来的那个seqlite程式不一样的地方 我也用黄色的地方mark起来 你就修改黄色区域部分 就ok了 哪些不一样呢 本来是import seqlite3 改成import拍myseqlite 因为驱动程式不同嘛 有没有 原来是用那个seqlite去存取 有没有 可是现在因为我要存取的不是seqlite 是那个myseqlite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因为它是一个server 它不是一个档案 所以不是档案嘛 所以server要怎么连 server一定要有一个IP位置 所以你可能要给它一个IP位置 另外server呢 还会有一个那个权限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账号密码 如果你没有账号密码 你也不能登录啊 不然随便人都可以进到资料库 那就完蛋了嘛 里面它就可以乱改 对不对 比如订票系统 随便订的话 黄牛都可以随便订 那这样的话 你还用mine 所以这边的话 会有个login的账号密码 OK 然后再来底下 就是去建那个create table 这些都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在myseqlite的那个数字叫integer 可是在myseqlite叫int 它又变 这个名称上有点差别 但基本上概念都一样 其他的话都没有变 就可以直接把资料塞到myseqlite去了 并且你可以从资料库再把它捞回来 都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这部分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只有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也把它改一下 也许把它改成那种server型的资料 因为这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以后只会myseqlite 那问题来以后你一定会遇到那种资料共用的问题 那你又无解了 所以如果你又会架设 不过我跟各位讲你们有Hardew Hardew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说Hardew它的 它就是不太跟架构上面跟这个myseqlite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也应该有讲到怎么去连那个Hardew的部分吧 城市跟那个Hardew之间的连结应该有吧 还没讲 没关系 工具嘛我想说你有多一个工具有多一个可能性嘛 如果没有没关系你就是用 因为像myseqlite这种老牌 它已经出来至少20年以上了 这种工具你说稳不稳 稳到一个不行 真的稳到一个你根本完全不用去care它 就像我有些server放着 我根本感觉就它一点都不出来 它一直都还在都不会死掉 都一直在那边 超过10年以上 都默默的在做事情 也没什么 像我有个论坛 我其实也没什么更新的 我有个论坛叫什么 www.tqc 有业务 所以我建了一个IDV idv.t 我看我这个server 不知道挂掉没有 因为我已经都没有在管理它了 还在 有没有 吴老师教学部落格的那个logo 因为我很懒 我都没有做美工 那这个是个论坛 里面的话就是历来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教学 像一些什么VBA为主 那我会把一些文章也转贴到这边 而且有一些讨论 有一些可能 比如说什么做一些下拉清单 不过最后我都会把它转到我的那个部落格去 OK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东西其实背后的资料库就是用mysql 而且这个应该这个站好像也用放了大概几年 大概也快十年了吧 他其实也是默默的在做 无声无息的 而且都不会坏掉 好厉害 真的 而且这个东西放哪里 其实他就放在一个很小的一个NAS里面 有没有 对对我就随便放的地方 就让他放的他也不会坏掉 应该是要把NAS 它有两个牌子 对对一个叫群晖 对 Synology 那一个 那个还不错 而且他非常的省电 又没有声音 就放着让他 而且转起来速度其实还蛮快的 没什么问题 那背后的技术就是 买seql是资料 PHP之前用PHP的 PHP买seql 所以以后的话也可以改版 只是说这个东西要花蛮多时间 之前其实会蛮有热情的 什么东西 比如说新的那一出来就买 就买 什么都买 那时候很会买 真的新的东西很赶花钱 什么东西常常都新出来买买 现在比较不会这样子 这么不理性的在买东西 因为买了都发现 好像从来没有用过它 放在那边有点浪费钱 而且科技产品是这样 它那个周期性很快 只是说就像说 有点像男人的玩具 因为就是玩这些东西 其实是还蛮有趣味性 而且在工作上面真的可以发有很大效应 因为如果说你要把同样一群人都吸引过来的话 你就弄个论坛就好了 马上里面就会集结所有的精英在这里面 然后以后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一生命下 而且这里面其实是有那种 就是阶级概念 最大的就是那个 就是驾站的那个版主 有没有像MOBA01 它也是早期也是类似像这样 慢慢你看它现在已经是一家公司了 对不对 可以慢慢经营 只是说这要花时间 如果你愿意把它当一个产业来经营的话 背后其实都会有一些势力在的 你要卖一个东西很简单 你就PO马上就一堆了 因为其实台湾有一点那种就领头羊效应 如果你要卖东西很简单 在台湾很盲虫只要有一个人说买全部人都买了 领头羊各位知道吗 有没有那个领头羊就掉下去 像西藏全部人全部羊 羊他不会管前面是不是悬崖 全部的羊整群羊全部都掉下去了 因为领头羊下去了 所有人也下去了 他们会问说有没有危险 不会因为羊是盲虫的 那台湾我发现也有类似的状况 你只要创造一个领头羊 然后大家都会跟风 因为像以前我们就是 我有个业务是跟证照有关的 那么那就想说证照怎么样销售最容易 很简单嘛 我就是创造出几个证照达人 他们章数都超过一百章的 然后在论坛里面不断push 结果google证照达人多我们的连结 然后那些人我们都不用特别行销了 因为很多 他是领头羊嘛 后面就有很多人跟进 那后面的人根本都不知道说要考什么 反正就考考考 他家长说要不要考考考考考 一直考一直考 其实这种方式也是一个 所以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会接着继续来看 有关后面的部分 所以待会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第八个单元这部分 这个之后我们也许 在爬虫结合资料 也许可以转成另外一个资料 今天的话我们会再继续看 第六个单元 第六个单元在下面 这边有六支 一到六支七 里面的话请各位先看一下 那个开放资料的处理 里面有所谓的那个CSV跟Jetson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常用叫XML 有没有最常用到的格式 就是CSV我们前面用过 另外还有Jetson Jetson其实跟我之前讲过 那个字典很像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字典不熟的话 恐怕要处理Jetson格式就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这个这个XML 有没有XML其实也会是需要 那首先的话里面有一些相关的讯息 大家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这边有个台北市 公有零售行情的连结 这个是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或者你们也可以Google一下 就是关键是叫开放资料 那目前的话中央政府或者是各级直辖市都有大量的开放资料 都是几万笔的这种资料 就是说他可以没有隐私的问题 他就会把它放在网络上面提供给你做后续的处理 但是他放上来的东西一定是一个原始资料 所以第一个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原始资料抓到 第二个的话要能够做后续的分析做报表出来 比如说跟你相关的产业的资料 你也许把它抓下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地方资料是你可以用的去了解 比如说以那个这个因为刚刚好之前为什么抓的 因为之前那个有一个每天被骂 姓武跟我一样 后来没多久就那个很贵的实习生 然后后来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有产生一个 就是姓韩的 然后后来他又突然 这新闻所以跟这有点关系 那时候其实也是因应那个时事 里面的话我们如果今天要做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他这里面 资料的部分有个下载 或预览你可以预览一下 那主要就是你点它 它会下载在这里CSV 那这个CSV里面你第一个 那我把它点两下看一下 如果没有乱码的话 那表示它是用微网环境做的 主要就是说 这边呢就是把最近的这个日期 蔬菜种类跟哪个市场 卖的一个价钱 OK 因为就是避免什么 避免就是有些地方卖太贵 有些卖太便宜的相关问题发生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把这个资料直接从网路上抓下来 然后直接放在我拍摄里面做一些处理 也许处理的话也许先塞在资料库里面吧 这个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部分 你们也可以看除了这个资料如果你觉得不是很够的话 我是建议你们也可以到哪里呢 到这个里面台北市资料大平台 里面的话你可以Google一下 或者是资料目录 它这边有所有目录 你可以点这个所有目录 然后所有目录里面还可以筛选 看你要哪一种档案类型 哪一种资料这边可以做搜寻的 那它这边有按照 还有按照格式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个按照资料格式去分类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看起来它提供最多格式的 第一名应该是哪一种呢 它有27种 最多好像是CSV吧 第二名是XML 第三名的话是Excel 第四名是Jackson OK 所以理论上看起来 台北市政府很喜欢用CSV 但新北市政府好像就比较喜欢用Jackson 我记得好像比较 因为不一样 不一样的这个单位 喜欢用的格式都不太一样 不过当然好像CSV还是为大宗 那为什么为大宗 其实我觉得跟Excel有点关系 因为Excel要转成CSV很简单 另存就好了 可能有点关系 所以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这里面的话 总共的这个资料量非常的多 每一个每一个你都可以拿来做使用 因为它是开放的 只是说总共有1200多种 或者是说你们也可以另外一个 假设这些资料不够用的话 你Google关键字叫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的话更多 开放资料 另外什么叫开放资料 它也有些说明 政府开放平台这边是 这个是中央政府的 里面的话我记得好像好几万种 全部的资料集这边有 哇两万多种 这边一大堆 OK 你们可以从这里面 捞出你要的资料 所以也就是第一个你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把资料捞下来 而且是从网路上 它不是一个档案 之前我们是用Open 档案在自己电脑里 但现在它的位置在 在Server 在网路上面 所以呢 我们待会会需要 知道就是如何 把这些资料下载下来 这第一段 第二段的话呢 再一样做切割嘛 因为我们可能会需要把它保留起来 保留起来放哪里最好 放资料铺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就是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找找看有没有跟你有兴趣的 或者是跟你以前的产业有关联的 相关资料 然后呢 也许可以做一些相关练习 这也许就是可以 你们专案里面也可以用到的Data 因为这是很很很直接的 现在是真的可以拿来用的东西